在第20轮的一场比赛 上海港对阵天津西门虎 失误了 这球断了 贝里奇可以射门可以传 自己打门 打得有点歪 较劲的这样一个结论当中 又一次叫球 前点 这球没有打进 开场可以说两队进入状态非常快 海港还是在打身后 乌雷 漂亮乌雷 断了 巴尔加斯底下没听好 这球越位了 好像没有越位 传进去 好球 停下来 到处点了 打不了了 转瞬 还有 再来接一 贝里奇 再给中路 再耐心一点 巴顿打门 有点相 有补射 贝里奇 球打进 非常漂亮 1比0 助理裁判的棋子 第一时间并没有举起来 这个球我们从肉眼来看 似乎也并不越位 这是巴顿的远射 贝里奇门前的补射得手 当然也要再看一看回放 对 因为这个球确实我们看 天津队反击他们后排 他后排跟上人员已经到位了 但海港队的人员并没有回来 后腰没有跟上 对 我们看 一片真攻 对 接下来呢就看海港这边的反攻怎么样了 巴尔加斯分出来 王神超再给巴尔加斯 再给王神超 两个人打透对方这侧防线 吴磊传回去 后点投球 进了1比1平 这场比赛太精彩了 宇文军真是后排的插上 上海港打出了一次 角克术一般的阵地战的快速进攻 所以我们说 天津队这场比赛 踢的一点都不保守 所以现在我们看 一比踢到15分钟以后 这个场面来说 互相攻防还是非常好看 这个球其实天津队人后边不少 但是上海港的连续传球的水准太高了 对 这侧完全被打透 或者说都不怕这种 有过多的压力 好球啊 脚跟跳过来 这下范规动作比较大 将军朋友持牌 一张黄牌 对 哎呀 这个球 张林鹏完全没有碰到球 缠到了明天的脚踝上 这个球有没有 其他的判罚的可能呢 这球确实是 哎 这个加速好像不太过来 通话乌莱 斯塔诺夫 好球传出来了乌莱 乌莱的单刀球 乌莱打门 方箭齐出击非常的及时 哎 发一个低球 打门前射门 挡住 解围外围还可以再打 买提交 漂亮 哎呀打在了横梁上 还有补射吗 达成了很好的效果 乌莱和美迪江两连级 每一角射门都有进球的巨大可能性啊 奥斯塔 在拐道进去外 传中 这个点不错 2比1 上半场结束之前 上海港反超了比分 乌莱也是连续的进球 但这个球现在还不一定算 越位了 这么看是越位了 这是非常明显的越位 那就比分还是1比1平 对 两队这个上半场呢 目前还是不分高下的一个状况 看看他们的反击怎么样 找巴尔加斯 不错 冲起来 船门前 乌磊 乌磊同一角 这球捧偏了 这球乌磊左脚可能更好啊 前面还是找乌磊 乌磊又有机会了 只有自己 队友没跟上来 乌磊自己强行射门 质量也很高 脚球开起来很快 奥斯卡这球连传带打 打到远端门柱 还是一个4-3-3 卡龙 卡龙最近状态也是相当不错 篮广 这脚球其实没有打好 但是打的角度非常丢 贝利奇的接应 转过身来 面对球门 但是没法射门 转一圈 这次可以打门了 打得太正了 但是防守球员很多 乌磊直线冲到禁区里 船中打在手上了 但这个球 但是前一秒的手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还算是夹着 对 因为他手并没有去 有一扩大范围 他已经收了 这球转得非常准 王晨超晃过来 左脚传门前 还有机会 还没打门 脱手 补射 若昂 这球没顶进啊 这球我们看一下 这球若昂应该必进的球 这球应该是 应该是方静奇 愤勇干扰了 对 但是我们看一下 若昂这个球 前一秒 这球比较危险 回传失误了 对 右边 卡龙 自己来吧 推给卡龙 好球 卡龙的三高球 打进2比1 上海港 这次终于完成了反超 伊萨卡龙 轻而易举的把球打进 这是天津金门虎 自己在中场 靠右的这个位置 几次的慌乱当中 形成的回传失误 路卡斯 若昂虽然自己的状态 没有恢复 但是这个球传给卡龙 是一个太轻松 太简单的选择 但我们看这球 其实完全没有失误了 但我们看 左后背 但是确实后盘 来的王晨超是约位 这一开始王晨超又约位 对 那这个球又不算 又是约位 客场作战 伤病严重 缺兵少将 但还是敢于和 基本榜上领先优势巨大的 上海海港 去周旋 去在某些时段 打非常华丽的对攻的比赛 这样全场比赛 在结束的哨声吹响了 上海港收获了五连胜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